其实一般比较 比如说像这种重录性的资料 要抓取其实比较没问题 但是如果说有一些资料 他比如说他可能要登登录才能够看到资料 或者要什么卷动之后才能抓到资料的话 那种抓的方式难度就会比较高一些些 因为他本身就是会有保护 像很多那个股市相关的资料 那个有一些他就是把你给挡下来 他就是不让你抓 所以你要想方法 那当然那个难度就比较高一些些 那我目前指的是一般性的应用应该是没问题 比如说以乐透彩这部分 那基本上第一个 你可能要先确定说这边有几页 如果他是重复的 比如说他是从第一页 那你如果点了第二页之后的话 他会有重复 所以你会发现 上面这个部分他会改变有没有 所以这个地方的话 他其实是利用这一支程式 你叫什么乐透BIG.ASP的这一支程式 问号就是他会面传的参数 那传参数会让你看到的话 这种方法叫GET GET的传递方法 那GET的传递方法的话 抓资料OK 可是如果今天上面 你奇怪怎么动来动去 这边都没有变化 那种叫POST 那POST的话他基本上就是不让你知道怎么传递相关的参数 那你不知道那你就可能就没办法抓 但是也没有办法还可以破解 那也可以 只是说难度又更高了 你可能要了解 比如说那个server端的运作流程 可能要知道更多相关讯息 是他有办法 那一般性的话 比如说我们今天以乐透采这个 才是我今天知道这个讯息 他第一个配置 第二 那我就是录制聚齐的话 当然我刚刚讲过了 就是你很快的就是怎么样 就是开发人员录制聚齐 那假如说我今天名称不改好了 假设聚齐1 然后你就是接下来 就把刚刚的动作然后分别就把它完成 比如说第一个资料里面从web 特别注意因为这边好像因为他的预设的这个环境 就是直接把IE浏览器放到Excel里面 所以基本上你IE浏览器的版本如果太旧的话 可能也会抓取失败 因为有些网站他或者不支援IE 只支援Chrome的话那也会有问题 所以像这边我们到的时候 你会发现他会一直出现这种 因为主要可能是版本不相容 IE浏览器那没办法 你就是一直按4就对了 反正让他跳过 那为什么会有这个错误 就里面会有一个JS 就是JavaScript 他可能跑IE浏览器 他没办法跑 他就跳出错误 OK 然后反正你就一直按4就对了 OK 接下来你就记得这边有箭头部分 意思就是里面是table 所谓的table就是HTML语言里面的表格 所以如果你对于网页 网页设计假如不熟的话 我建议如果你要抓网络资料 你还要非得要设列一下网页的相关的标签语言 否则的话你还是没办法真的彻底抓取你要的东西 为什么因为这两者是跨到那边去的 OK 所以相关知识还要再补充 所以HTML里面还有CSS的那个标签 所以这些可能都要稍微知道 如果你要真的成为一个算是网络爬虫的高手的话 这些都必要的 所以你会发现真的要做一件事 还非得要学很多东西 好 那这里的话我们直接打勾它 然后按费入 他问题说费入到哪里 A1就费入到这里 按确定 那这样的话我们就录完了第一个程式 再来的话我把它停止掉 然后切到哪里聚集1 然后里面的话我就去修改一下 那第一个修改什么 刚才上面名称可以把它改一下 也比如说把它改成叫什么批示下载这个名称好了 假设 因为我这个名称已经有了 我就后面再加个1好了 那接下来第二个 其实这边只要改两个地方 第一个就是让它重复 OK 它就会第一个配置抓下来 第二个配置抓下来 第三个配置 但是抓下来之后的话有一个问题 就是抓到A1 那如果你第一次抓A1 第二次又抓A1的话呢 它可能的状况就是布就把它盖掉 布就是怎么样呢 它没有盖掉 它就是让它往右移动 所以你们等一下也是要这个地方如果不改 它会变成一直往右移动 所以第一次抓的会在最右边 最后一次抓的会在最左边 OK 如果你这个地方不改的话 是也可以 但是会变成说它都会很像 它不是纵向的 所以如果你要变纵向的话 那你可能就是要把A1 第一次是A1 那第二次的话就向下 第二次以后的话就向下追踪 加1 所以这个应该有前面讲过吧 所以你可能要熟练 所以以后的话 我是建议啦 但如果你VBR写得好 录制聚集完之后你要很快可以把它改出来 那至于改哪里 恐怕慢慢要熟练 如果你这些熟练的话可以改出非常多的变化 所以我刚刚讲的那两个东西 最好回去再好把它练熟 其实不难 有没有 第一个呢 我前面讲过嘛 4 I 等于1 到16 所以我们16个配置 Enter两下打一个NAS 接下来的话把中间Wiz到Wiz 这一段搬到中间来 OK 那讲Wiz到Wiz 实际上它就Wiz什么呢 叫做Querie Table 有没有 这个Querie Table就是我们后面运行的东西 他主要就可以帮你抓网路的资料 那add add 增加一个connection 连线 这边需要Querie Table不是只能够抓网路资料 他其实甚至可以抓资料库的资料 也可以用Querie Table 可以外部档案也可以 Querie Table其实还蛮好用的 那目前我们看到的话 他是用在网路资料 那把Wiz到Wiz搬到中间来 然后按个Tab键 为什么要Tab呢 因为Fall回圈里面 然后下一阶 那再来的话 把什么呢 这边 Fall 里面做刚刚那一件事情 但是那件事情的话 他要变化 什么变化呢 第一次是1 第二次是2 一直到16 所以这边的话 请你把它改成I 双一号双一号移到中间 and end再移到中间 把它加一个I就可以了 然后这个应该 我想应该都很熟了 反正就加一个变数在这里就对了 他本身是一个自串 串一个变数 OK 那目前当然你现在RUN 他应该可以跑 不过他会 像我刚刚讲的 你们也可以试试看 然后一直往那个右边 因为他变成第一次 第二次他不帮你删掉 他就是帮你移动移动移动 所以变成说好像会串串串 你可以试一下 这边的话 我们不要跑那么多 我们大概跑三个就好 For 1 这个时候还有一个地方 这一行砍掉 OK 因为砍Main Type 他奇怪会多一行 这一行要不你就单引号给他 要不就删掉没关系 全部执行 123 你会发现他全部抓下来了 但是他会怎么样 第一次抓的好像抓到这里 没错 第二次抓到这里 第三次抓到这里 OK 所以如果说你不想要去改那个E的话 还有另外一招 把它重新组合 搬移这一块这一块 不过这可能就是要另外的写法 但我发现 我觉得好像后面再改 好像不好写 更复杂 反而是你刚开始就改 好像比较好写 OK 那所以第一个 这个地方已经有下载了 1到3 可是问题 我们刚刚那个向下追踪这个地方 这地方怎么做呢 1 第一次 所以我这边习惯上就是 其实我们入门班讲最多就是for 回券加逻辑判断 所以如果判断一下 如果什么呢 如果 I 第一次 等于1的话 then 第一次 打个else and if 这里面的话如果 I等于1 I如果等于1的话 我们第一次跑 那第一个配取 我就把它放在 所以 这个地方 也许我有个变数叫r好了 OK 所以r 等于1 OK 那反之的话呢 r 就等于第二次以后的话 就是向下追踪 哪一个向下追踪呢 从a1向下追踪 所以range a1 然后呢 向下追踪应该写蛮多的 and 前光阿虎向下 去追踪那个列 并且加1 为什么要加1呢 因为追踪到如果你没有加1 他就被最后一列把你盖掉 OK 所以 再来把这个r怎么样 放到这边来 那因为刚好他这个字串 刚好这个字串的 e在最右边 所以我们不需要串两边 我只要串单边就可以 3-1 空一个and r就可以了 看得懂吗 OK这个其实 钱还蛮多的 那这样其实陈氏就写完了 OK应该可以看懂 而且我们记得我是有讲过 好把它执行给各位看一下 1到3好 我先不要野心那么大 6个人跑比较久 下执行 那我这边射中断点好了 这样看会比较清楚 这边射中断点 好那跑到这边 i现在等于1 所以这边1 下载第1个page 并且放在a1 上面 所以执行 好第1个 再来呢 i等于2 所以他i已经不是等于1了 所以他跳这边 那他就向下追踪 追踪到呢 最下面一列是101加102 啊我们怎么知道 坎错向下 101没错 OK所以其实向下追踪就坎错向下 那再来的话呢 就去抓page2 放到哪里呢 a的 第102列 OK 那这边的话呢就让他跑 全部跑完 OK 好 这样子 第2第3 一次类推 我这边就有到第3个page 所以他大概跑3个 就可以跑出来 没有问题 303 如果你要全部一次跑完的话 那你这边就可以把他改成 1到16 然后让他全部跑完 OK 那他就一直跑 如果你这个各头材OK啦 你可以去微地踩 其他材 六合材 反正什么材都可以吧 那这个好处就是说他没有到 大概不到几秒钟 资料全部下载下 那是不是符合我们要的呢 你可以往下看 基本上应该都OK 那只是说后面还有一些 这个要删掉 然后呢 还有 什么呢 删掉 另外好像 有一些东西吧 所以后面再把这个 删掉的部分 把它补上去 那 这个部分就完成了 那主要的话 是利用所谓的query table 所以特别注意 主角就是他 query table 然后 增加一个连线 connection 那这个connection 如果连到网络上的话 那你就给他一个 URL网址 如果连到 是资料库的话 你跟他讲哪个资料库连线 或者是甚至一个档案 他也可以连线 所以query table其实还蛮好用的 但是呢 他有一些地方 还是会有瓶颈的 比如说我刚刚提到 雅虎股市资料 所以如果说我等一 我们等一下 假设要改抓 雅虎的股市资料的话 你等一下也可以试试看 Google一下 Google打那个Yahoo 也会连到 那他里面就有一些东西 可以把它抓下来 但是 发现他是run 怎么办呢 没关系 可以换第二个方法 另外的话顺便提一下 这边其实后面 冒号等于的前面 Distination 就是他的参数名称叫放哪里 Distination哪一个目标储存格 然后等于哪一个range 有没有 后面的话就是有一个什么 Dename 实际上就是后面 Tawish就指的是后面这一串 他后面加加一些东西 那其实我发现 这边有蛮多都可以删掉 因为其实这边 你大概只要留个 3行吧 底下这些东西 我印象中好像 哪些 先按右键编辑一下 编辑就是我先不删 我先把它注解 我记得好像这个范围里面的这些参数都不需要 因为用预设就可以 另外的话呢 还有这些 这些也都可以把它注解掉 那也就是底下 从Distination 一直到最后面 你只需要留这个 叫web formatting 这个webformatting的话 就是意思是说你要 的格式 你的格式要不要跟网络上那一模一样 那如果不要的话你就num 就是 至于说你要别的格式的话 你可以在上面按F1 其实F1里面也会有答案 他会跟你讲说怎么设定 另外的话呢 webtable 等于5 特别需要 那个等于5你也不能乱改 那为什么等于5 基本上呢 就我刚刚讲的 也就是说呢 他基本上就是帮你抓 这个网页里面的第几个table 那第几个table 我怎么知道 其实你可以选 选日期 这边按右键 这边有一个所谓的检查 按右键检查 检查之后的话呢 他会跳出 右边 按右键检查 那右边这个东西其实就是网页的原始码 里面包含了三个东西 HTML标签 CSS的标签 跟JavaScript的程式 所以你会看到右边其实又另外一站窗 但是我们先 大家有概念就好了 只是说我们重点是说哪一个table 指的是什么呢 这边不是有个什么 table 有没有 意思就是如果table开头的 它里面是放第几个 我们是抓第五个就对了 然后我怎么知道是不是第五个 好像有招 Ctrl-F Ctrl-F就是寻找 如果你要寻找第几个 我记得有一招 Ctrl-F加一个什么 这边加一个table T-A D-L-E table 那实际上 开头是标签的 网页上看到 就是一个 表格 table 那你可以发现 E of 9 意思就是说 这一个网页里面有9个table 如果你要找第几个你可以向下一个 第3个 第4个 第5个 有没有发现 第5个刚刚好 有没有看到 5 of 9 OK 所以以后 甚至你要抓第几个也可以用这一招 但是 后面还有延伸还蛮多的 所谓的网路爬虫 那VBA本身 最简单的爬虫就是cretable 再来后面还会提到像用IE物件去抓网络资料 当然如果你要更深入的话 其实现在有一套 另外的层次叫Python Python本身 他在爬虫功能上面 甚至有部分功能 然后比那个VBA还 我是觉得有他强大的地方 他因为他蛮多外挂的 所以 有兴趣同学 之后也许可以再延伸 不过我觉得我们先 先到之外 请各位先试一下 把那个我们入门班有提到的这些东西 稍微再复习一下 我们重点就是 加了一个for回圈 把东西搬进去 再加一个哪一列的位置 最后呢我有讲到就是哪一个 这个里面很多东西可以把它删掉 我先没有删掉我只有留这个 跟refresh一定要 因为如果没有的话就不会抓 refresh就真的帮我抓下来 抓什么格式不要不要格式 第几个table要不要抓 那试一下理论上我记得好像 这些程式好像都可以把它删掉 目前你可以看一下 其实理论上我印象中 这些全部都不要 它结果应该也会跟 我们刚刚看到的会一模一样 所以理论上 像我的习惯是城市越短越好 所以有些时候 怎么样 你可以让它更清爽一点 突然感觉更清爽多了 那些东西没有用的就把它删掉 你看马上瞬间 感觉有豁然开朗的感觉 所以 这样我的城市就是能够 删就全部把它删掉了 不要留 不然的话 真的感觉 不够 纯粹了 OK 所以请各位试一下 所以我留这 这几个这三行就OK了 来画面先还给各位 对 有些东西为什么知道哪些可以删 哪些不能删 就是你要去按F1 像我也花蛮多时间 每一个每一个 它的参数 F1去看一下 这个如果拿掉会不会怎么样 这个拿掉如果拿会不会怎么样 所以有的时候 这种 像 现在各位看到这种写法 其实也是还是花蛮多时间 慢慢去踹出来的 然后呢并且看有没有什么方式可以跟 我原来的这种写法可以很巧妙的把它结合在一起 尽量当然有同一套写法的话以后你在做 变化就会 比较 不需要还要在记一些新的 所以刚刚 我们加的部分 录制剧集应该没问题 第二个就是回圈也没问题 逻辑判断也没问题的话 其实剩下来我觉得好像都跟之前 讲的差不多 那 另外后面还有延伸的东西 包含就是说可能要把那个 那个底下多位的东西删掉 删掉我们前面有讲过删除列 另外的话 对还要把资料剖析出来 我们用那个资料剖析 的方法 后面的话 可以自己再试试看 稍微做个复习吧 简单 我们下供 Delta 相机 小伙方